1988年3月1號的時候 台電在奧迪國小辦了一個所謂的合理用電說明會 那個合理用電說明會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並沒有提到核四的問題 也沒有提到所有人員的問題 只是在過程當中只是在抽獎摩采而已 那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個時候 其實摩采像家電這種東西是算蠻新奇的 對地方的誘惑力強大的 那整個過程的抽獎完了以後 也沒有說什麼合理不合理的用電 完全都沒有提到 第二天的報紙就刊登出來說 共僑鄉民接受在鹽鳥地區經建所謂 當時叫做第四核冷發電廠 然後叫全台灣的人民認為感覺跟他們沒有關係的人 來做公投 那當然這樣的公投出來結果絕對不是公平的 然後核四根本安全不安全 大家都沒有去宣導 然後沒有做合理的解釋的情侶之下 只是聽一些人的說詞 然後做一個這樣的公投 我認為是不公平的 我想問一下那邊擁核的人 如果今天你願意接受核四重啟的時候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把所有一二三藏的核材料放在你家裡的時候 你會感覺怎麼樣 歷史的發展過程當中我們發現到 美國是高科技的國家吧 他們發生三一島的事件 蘇聯算一個比較高科技的發展的國家嗎 他們也發生三一島的事件 日本也算高科技的國家吧 但是他們也發生複島事件 我們就可以發現到說 其實科技不代表所有都是安全的 我們要面對一個 如果我們面對一個不安全的東西 然後我們用公投來決定一個 要不要蓋核四的時候 那如果今天有一天發生 像類似於這三個國家的核能災變的時候 我們台灣能承受得起 如果今天台灣沒有辦法承受這局 我們就沒有資格去運轉所謂的核四這個問題 這些會在成立的當時 我們就有兩個很清楚的主張 第一 我們反核不完店 一次核還滅台灣 核廢料 遺害祖生萬萬年 這三個主張到現在我們都很堅持 但是你看這個核市場 他已經蓋三四十年 到現在還沒有辦法蓋好 而且預算從1700億增加到3000多億 現在又是拼裝機 他曾經醫藥機淹水 把第二部機組的年建拿來給提借用 所以他本身就很大很大的問題 承擔不起一次的核害 台灣就完蛋了 這個議題不是共養人單獨的問題 是要年輕的世代共同起來 保護台灣這塊美麗的島嶼